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要在最好的气候 要拥有这最好的原料 然后还要最好的师傅去做 让你成为出的极致的产品 独特的生态环境 茶树品种 再通过我们传统的这种独特的工艺 加工出独特的一种味道 你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做出来的茶叶 才能够称为五一盐茶 所以只有五一盐茶才具备了盐谷花香 盐谷花香是定性的描述盐茶的品质特征 而盈韵是定量的描述 包括它的滋味 包括它的香气 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场地 有山顶的 有三角的 也有坑径的 也有高山的 这也导致我们的盐茶风格多样化的 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影响茶叶品质高低的因素 是天时地利人和 而且这三个因素都是变动的 要抗天做茶 抗茶做茶 我如果想做好茶 我肯定要把控秦明这些所有的因素 这就叫做客观规律 五一茶生产的主要是采收春茶这一季 春茶经过一个东京的积累 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内含物是最丰富 特别是用手工做茶 你还要雇人工去采这个标准茶青 你那老嫩头茶来着茶青不均匀 你也做不了顶基 我们维盐茶的加工工艺 都是由尾雕 做青 刹青 揉脸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维盐茶的初制工艺 技术跟工艺其实是两个概念 技术越好的人 那么它的度的把握越到位 100多斤的茶青做茶才10多斤的茶叶 每个品种的最佳茶在一起在同一个地点 它可能只有两到三天 所以真正能出一泡好茶了 那是少之又少 做青工艺对品质的影响是最大的一个工艺 它是技术还能最高的 通过摇青和静置花效交替进行 把这个茶叶叶源破损 它跟空气结束去氧化 就形成了绿叶红香边 也就形成了我们棒发酵乌龙茶的典型的特征 我们特有的盐谷花香 春茶基金我都是在车厅跟茶叶一起度过的 最长时候是商天商业 一个眼都没喝的 我们做茶人在制作茶过程中 地上一片茶叶它都要剪起来的 被人踩掉我们都很心疼的 我除了是五一盐茶大红包制作技艺传承人以外 我还是南平市的首批的科技特派员 作为科技特派员呢 就是要在茶产业这个领域内 要推广新的品种 新的设备 新的技术 我们就要吸纳这种新的东西 来提升产业品质 整个工艺的流程 那是从发明乌龙茶到现在都没变过 但是每个工艺里面使用的机械 使用的这种设备呢在不断的创新 如果传统的制作技艺对品质更有利的 那我们就保留到现在 所以呢我们还要不断的吸收其他领域 其他部门 其他专业上研究的一些成果 2001年呢 那我就发起了鱼商市的首届的明星豆茶赛 已经举办了20多届了 让我们作茶人通过豆茶赛 能够互相了解别人茶叶的品质 也能够互相的交流 整个加工制作技艺 13年以后呢 那银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我们这一代人 是见证了五一茶 从低谷走向高潮 其实我是在五一山这边出生这边长大的 一开始从农村出来 就是希望能够服务农村 能够学一些有关农业方面的一些知识 理论跟经验其实是两回事 真正的技术 那一定是要靠实景 而且还要靠有悟性 我们姚月明老前辈呢 他其实也是我师父 他经常会讲茶品如人品 人品如茶品 我对任何事情的话 都要希望把它做到极致 如果没做到极致 那我都会觉得有失落感 茶叶作为一个有灵性的植物 你既然选择了它 那你就要用心地呵护它 就要守它一辈子